大家好 夏季这段时间多数花油养多药 都非常注意 预防它烂根 预防它叶片化水 但是 有一步 更加是重中之重的 那就是防虫害 尤其是芥克虫 因为在这段时间是芥克虫的高发期 所以大家不要只顾着 预防烂根 防害虫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家庭养护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比虫链就可以了 因为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方便 它是一种颗粒药 我们只需要 在每一颗多肉上面 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方便 沿着盆边 给它撒上一圈 然后通过浇水 它就会溶解颗粒 溶解到土洋葱 杀死土洋葱一些小害虫 同时 这种 比虫铃它是内饰型的 它会伺服到植株当中 当传染到芥克虫之后 它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效果 所以说 大家不要光顾的 给它防烂根 防虫害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步 我们使用这种比虫铃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效果比较久 用一次可以长达40天到50天 那么整个夏季 我们最多用 两次三次 就完全足够了 省去很多麻烦 好了 这就是在夏季养多幼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不要忽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